近年来,教育局积极推展STEM教育 加强学生认识科学、科技和数学的发展 提升学生对创新科技的兴趣 培养创意思维和解难能力 以装备他们在21世纪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 从而培育更多创科人才 提高香港的国际竞争力 今日,我们会探访一间 由数学科带动、跨学科推行 STEM学科课程的学校 了解他们推展STEM教育的方法和成效 在整体规划来说 我们主要想做到一个全学校的教育 和跨学习领域合作的一个做法 在软件方面,可以尽量 无论对学生或老师 我们都多些技术的培训 和增强他们的视野识见 所以我们都很喜欢和很多不同的机构 包括了教育局、很多大学、有效的公司 我们都会和他们合作 去搞一些智能训练训训练 其实在女校推行STEM都挺大的挑战 但我们的学校就综合了 我们以往一路推行课程的经验的时候 我们就将五个特别的元素 就将它融合在我们的教学理念上 我们统称为GIRLS 我们的数学科就参与了教育局一些协作计划 今年我们推行了一个数学建模的活动 在STEM教育里面 就参与了学校的GIRLS 在我们的学校 推行STEM教育 我们的数学科是第一科先行的 亦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在16、17年 已经开始和教育局参与一些协作计划 在那个协作计划中 我们也曾经做过很多关于STEM有关的活动 其中包括在中三里 教学生一些近视 以及隐形眼镜的教育学的活动 亦都做完这一年之后 我们的学校也见我们很成功 所以在这个过程之后 我们和其他科 继续搞一个叫DIY的自制望远镜的活动 我觉得加入STEM教育 是令所有东西都有趣很多 以软硕化模特性为例 是一些这么生活化的例子 例如我收音的同学 去组织做不同的自己想的方法 以及收集这些数据 这些全部都是亲力做 然后还用到不同的元素 其他我也没有少许过的内容去做 令我打开眼睛了很多 我也会去选择在STEM的学业做 因为现在一个大趋势 就是趋向一些比较科研的发展 尤其是我们读M1的学生 学有关统计方面的知识 再运用在这个大资料里面 去分析不同的资料 其实是对我们未来STEM的发展 都是有帮助的 有一点关于目标 到下一个比较刺手